随着两名分别来自俄罗斯和菲律宾的独立调查记者 获得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 行动党伊斯干达公主称国会议员林吉祥 就呼吁首相伊斯麦莎比里承诺保障言论自由 确保五国记者不会因为履行新闻工作者的职责 而受到骚扰、恐吓或惩罚 林吉祥在今天发布的文告中 恭贺菲律宾记者玛丽亚·雷莎 以及俄罗斯记者穆拉托夫 感谢他们为了保障言论自由做出的努力 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玛丽亚·雷莎曾说过 她要与全世界所有新闻工作者共享这份荣誉 并会继续为新闻自由奋斗道铁 林吉祥引用雷莎的发言 呼吁首相向这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东盟记者致敬 承诺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 林吉祥认为 玛丽亚·雷莎的诺贝尔和平奖 不仅鼓舞大马记者继续捍卫言论自由 也应该鼓励所有国人 认识到人权对实现正义 自由和和平等目标的重要性